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 小永和小七的故事 昨天大家也知道小永和小七 从农村老家又回到了南宁的市中心 南宁市区了 因为小七呢 大家也知道 她是一个老板 女老板 自己开了一家牛杂火锅店 还是生意是非常兴隆的 所以小七在家里带着小永玩了五天之后 就回到南宁市中心 自己的店也要开起来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是元旦 元旦 大家多出来玩了 生意可以好很多 所以小七也抓紧时间赚钱 昨天小永小七 小七回到市中心之后 小七昨天又大出血了 小七这个女孩子 牛哥是非常的赞不绝口 相比于曾经非常暴脾气的小凤 小七更加适合于大家 大家90%的人都说小七非常的好 小七呢 小七呢 昨天呢 这个请小永啊 吃柠檬鸭 广西南宁 特色菜啊 牛哥要是有机会去广西南宁啊 我呢 要去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 去这个南宁的这个柠檬鸭 去尝一尝 然后呢 还要去小七 他们家的那个牛杂店 去吃一吃 尝一尝 看起来啊 非常的浪能有食欲啊 然后呢 昨天呢 在这个吃柠檬鸭的过程中呢 这个小七呢 问小永啊 说小永啊 来不来点红酒 小永呢 其实呢 不够浪漫啊 其实呢 小七呢 为什么要和小永呢 喝酒 其实呢 小七呢 想给小永啊 一个表现啊 可能想喝焦杯酒啊 但是呢 小永呢 却错过了这样的好机会啊 真的是浪能遗憾啊 但是呢 小永呢 大家也知道 他有三个这个优点啊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这三个优点呢 其实呢 也挺好的啊 但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打牌 就是远离赌博 不抽烟呢 对身体健康啊 然后呢 这个不喝酒呢 这个以免呢 这个喝酒务事啊 当然呢 这个喝点 适当的喝点酒啊 牛哥呢 还是非常赞同的啊 就像小七说的啊 他自己呢 也会喝酒啊 但是呢 小永不想喝酒呢 小七呢 也没有勉强啊 昨天呢 小永小七呢 他们呢 以茶代酒啊 两个人呢 也是吃的不亦乐乎啊 昨天呢 小七呢 我估计呢 又花了三百块钱嘛 因为这个 柠檬 柠檬鸭 好大的一盘啊 整只鸭子啊 这个鸭子还挺大的 看上去呢 非常的有食欲啊 我本来呢 还以为呢 全部呢 是鸡爪子啊 后来看了一下 原来是柠檬鸭 还有呢 昨天呢 还有一个特色菜 干爆这个 干爆这个泥秋啊 也就是说泥秋呢 用油炸啊 非常的酥脆 爽口啊 这种啊 这个也是一道菜啊 牛哥呢 又学会了一道菜 有机会呢 也去那个市场里面啊 去买点泥秋来 用这个油炸一炸 尝一尝 看一看 好不好吃啊 还有一道菜呢 就是一道蔬菜啊 可能呢 是这种黄花菜吧啊 小七呢 昨天呢 还这个挺大方的啊 大家也知道 小七呢 自从啊 这个让小勇来到南宁玩之后啊 小七呢 一直呢 都是非常的慷慨大方 相比之下呢 小勇呢 这个人啊 就是有点呢 有点抠说啊 为什么呢 昨天呢 大家也知道 晚上呢 小七呢 请小勇呢 吃柠檬鸭 但是呢 到了今天早上 这个小七呢 再次呢 叫小勇呢 一起去公园里面逛一逛 逛之前呢 小七呢 这个叫小勇一起吃早餐 两个人呢 点了两碗盒粉 一碗盒粉九块钱 总共十八块钱 本来呢 大家也知道 小七啊 昨天刚刚请小勇 吃过晚饭 但是呢 这个小勇呢 这个小勇呢 却呢 连早饭都不愿意付啊 又是呢 这个 让小七啊 付钱 小七呢 真的是哭笑不得 小勇呢 他这个智商啊 就是不高啊 为什么呢 这个智商不高 情商也不高 大家也知道 昨天呢 小勇呢 他呢 他呢 吃了小七的柠檬鸭 联声道歉啊 说小七呢 对自己太好了 让自己呢 很感动 还这个 就是啊 做了一个这么的姿势啊 说这个 感谢小七的款待 啊 虽然呢 看上去呢 是有点假啊 看上去呢 太客套了啊 但是呢 昨天 这个小七呢 请小勇 呃 吃柠檬鸭 可能呢 要花两三百块钱 小勇呢 昨天呢 这个 呃 没有付钱啊 还能让人理解啊 小勇呢 大家也知道 他呢 是非常节约的一个人啊 啊 一顿饭要两三百块钱 对他来说呢 简直是要了他的小命啊 所以呢 小勇呢 是爱钱啊 这个不爱美人啊 啊 所以呢 昨天呢 小勇呢 没有呢 这个为了面子来付钱 但是呢 今天早上 十八块钱的合粉 小勇自己也吃了一碗 但是呢 竟然呢 还让小七付钱啊 这个举动啊 真的是遭到了 全网所有人的 这个比赐啊 小勇呢 真的是让人呢 大跌眼镜啊 十八块钱都不肯付 啊 真的 真的是太这个 愧对小七了啊 小七呢 这个 幸好呢 小七呢 也没有往心里去啊 要是遇到一些这个 小心眼的女孩子 早就呢 把小勇啊 这个赶回桂林去了啊 啊 然后呢 那在公园里呢 小勇呢 又再次呢 向小七表白了 说小七呢 很漂亮啊 说非常喜欢小七 说呢 这个 看见小七呢 这个就想到了 初恋啊 小七呢 还在公园里面呢 把一个橘子剥开 然后呢 自己吃一半 另一半呢 给小勇啊 小七这个人 真的是太好了 小勇呢 真的是这个 踩到了狗屎运啊 本来呢 大家也知道 小勇呢 这个还为自己 没有老婆啊 发愁 现在呢 这个眼前呢 突然 天上突然掉下了 个林妹妹啊 小勇呢 突然呢 这个来迎来了 桃花运啊 真的是让人很羡慕啊 然后呢 今天呢 这个小勇呢 这个还 这个向小七说了啊 小七啊 这个 我呢 过几天呢 本来呢 这个还想去你家 这个小七说 去我家干嘛 小勇说呢 你家的鱼啊 我还没有抓过瘾 这个前两天 抓鱼的时候呢 只抓到了 这个田螺啊 没有抓到鱼 然后呢 小七呢 也开玩笑 说那你过几天 你再到我们家去吧 然后呢 这个小勇呢 说不到你家去了 要不我们俩一起呢 去我家 我家呢 这个也可以抓鱼 然后呢 这个小七呢 微笑啊 然后呢 这个小七说呢 呃 以后吧啊 最近呢 大家也知道 这个证实赚钱的好机会啊 快过年了 而且呢 又是元旦 呃 街上呢 能客流量也多起来了啊 所以呢 小七呢 小七呢 也要抓紧机会啊 赶紧呢 在年前啊 再赚一点钱 所以呢 小小七啊 也不可能跟着小勇呢 回桂林去啊 因为在桂林 小七这个店呢 就要关门大吉了啊 而且呢 去一趟这个桂林 像小七这种性格 他呢 肯定呢 会花费更多的钱 啊 小勇呢 口口声声的说呢 到了桂林 一切呢 他承包啊 承包小七的 免啊 这个吃喝拉杀碎啊 啊 还有玩啊 但是呢 小勇呢 大家也知道 他呢 说是那样说 到时候会不会 把钱掏出来 那是一个未知数啊 小勇呢 其实呢 还是不够大方啊 这个前半年 对于小凤啊 小勇呢 还是改变了啊 小勇呢 以前这个对待 其他的相亲女孩 啊 一顿饭 八块钱的快餐 就把人家打发了啊 后来呢 这个在这个 今年的前半年 追求小凤的时候呢 为小凤呢 也是花了不少钱啊 但是呢 这个追求小凤的时候 他呢 敢于呢 花大钱 但是呢 到了追求小七的时候 我呢 是非常的看不明白 连吃个快餐 小勇都不愿意付钱 真的是 让人无语啊 到底对小七 有没有好感 如果一个男生 为了一个女生 上刀山 下火海啊 那也是这个 理所到来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小勇呢 却老是爱占小七的便宜啊 虽然呢 小七呢 人家呢 也是白富美啊 不缺钱 但是呢 小勇这种 占小便宜的这种 做法啊 让人啊 非常的鄙视啊 希望小勇呢 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啊 这个吃饭啊 是相互的啊 别人请你吃饭 你也得这个 就是轮流吃 轮流请客啊 不能说这个到了南宁 南宁市小七的地盘 就一直呢 让小七呢 请客吃饭啊 这样呢 是没有礼貌的啊 也是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啊 希望呢 小勇啊 好好的反思反思 然后呢 小勇呢 可能呢 明天呢 就要回桂林去了啊 这个我感觉呢 小勇回桂林呢 小七呢 也可以呢 这个 松一口气了 因为只要小勇站 其实呢 小七呢 每天的开销很大很大啊 啊 有时候呢 甚至呢 会上千元啊 所以呢 小勇的离开呢 可能呢 会让小七啊 省下不少钱 好了 今天的视频 那就拍到这了 大家对于小勇啊 在小七 南宁这个地盘上啊 老是呢 这个想占小七的便宜啊 让小七呢 付吃饭钱 大家觉得啊 他这样对吗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